那你会觉得吗 因为人生活本身是很多不可解释 它有很多很盲目的力量 它跟我是不是思考正能量 我是不是能够理性的拆解自己的关系 它有一部分是难以解的 我不觉得 无法控制的 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简单 我的生活很简单 那比如说你那么爱讲的弗洛伊德这个看法 那弗洛伊德最有名的论断 另一个论断就是 在所有的这种文明的温和的表象之下 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力量 它随时可能会推翻这个表面上的文明 它会变成一种可能是破坏力 可能是一种不可控制的激情 就这种东西 我不全盘接受它的概念 而且我觉得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它自己应该首先很清楚 它是一个蛮悲观的人 我觉得 我研究不了别人 但是我研究得了我自己 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 就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一直坚强到可以自律的 所以它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我就做那个人 它希望我做那个人 我觉得对您来说 是不是一个社会对性的态度的成熟程度 是这个社会真正成熟的标志 文明的标志 那这个意义上 我们仍然属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 人的性的问题真不输给吃 食色性也 一到豆腐都能做出几百样菜来 别人跟你不一样 你不能认为别人就是变态 对不对了 您会觉得您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异端吗 我倒不是有什么异端 哪怕我内心再异端 我不敢表现中国 比方说会得罪人会得罪的 有时候会得罪什么人呢 得罪那些正人君子 大概是07年06年年底吧 下半年 你猜我捅个什么篓子呢 有一天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喂您好 我是万峰 请问遇到什么事情了 请说 这么多黑暗里生活 你如果你要做的妥协 做的是什么呢 我的专制 就是你如果在一个平台上 被假设性的赋予了一个导师的地位 假如你不够自知的话 你会要求自己绝对正确 有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 说她的很多的内心的这些死结 安抚她也好 劝慰她也好 引导其他的思路也好 她开始依赖这个电话 她会要求我的导播 每周或者每半个月 都给她打一个电话 因为她这个时候需要交流 甚至她还有自杀倾向 然后你觉得 你似乎是有这个义务的 但这个是一个节目 它需要每天有变化 所以最终我们开始 不再给她打电话 慢慢地就 从节目里面剥离开来 她有一天拿了一瓶农药 就在我们今天的那个草地上 喝了 就当她开始去 依赖这种倾诉的时候 它会带来一个悖论 是这种依赖带来她更深的痛苦 她就无法摆脱这种倾诉了 还是她自身的痛苦使然 所以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 好的还是坏的对于别人 会怀疑的吗 首先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怎么了 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 这两天都在不停地给你打电话 希望你能够听 也希望能够从你那得到点什么 有一些夜间谈话主持人 有一些自杀这样的事件 因为他不能原谅自己 也是血肉之躯 也是普通的人 实际上 一个人是不能承受那么多的 就你只是一个人而已 北京时间22点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蜻蜓FM为您播出的疯人学院节目 我是万峰 我们在上海为您播音 你猜我捅个什么娄子呢 有一天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一个中年妇女吧 万峰啊 我说怎么了 她说我现在很困惑 年轻的时候 丈夫出轨 搞外遇 我一冒火跟他带着孩子 跟他离婚 带着儿子跟他离婚 儿子很小啊 为了生活 我又结婚了 我嫁了一个老公人 比他大十好几岁 老公人对他一直很好 现在儿子上大学了 一直到现在 我说那不是挺好 有什么事吗 他说不是啊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前夫又来找我来了 我说难道你想离婚 跟他结婚吗 不是的 我丈夫对我太好了 我不可能又没有对不起我 帮我把孩子再大 我不能离婚 我说那你想干嘛 我现在这个丈夫好是好 就是一直没有那个关系 身体不好 我以前也没觉得 现在问题就是孩子大了 有心思 我说你是不是心思又活了 我说那你能不能离婚呢 你要想跟前夫好 只有离婚 所以人生就是我说任何事情都要一封为二 您希望就是说晚生三十年四十年活在一个更相对相较更自由的一个时候吗 不像年轻人这么多的禁忌啊什么这压抑啊 你会渴望换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很好 比方说我当初在唐古拉什么都没有 那当然现在年轻人再上唐古拉 他生活丰富了 精神生活有手机了 有跌篇了 但是话说回来 人不可能挑选的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情况 你要问起我也不说我后悔不后悔 我只有这么一个感慨 如果下辈子 如果还有下辈子 我绝对不脱胎做人了 我不想再来人间了 太累了 那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 最好是最好什么也不做 最好别偷胎了 最好别偷胎 太累了 不不经县 不不在这 有些地方是有惊无险 你作为一个观察情感的人 从六年现在十二年过去了 包括年轻一代 也开始成长起来了 通过接电话跟他们交流 会发生变化吗 比如说不同代人对情感的这种 有不变的 有变得太多的 比如说现在离婚率过去 前度提高了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表象上的变化 更多的人把这个感受 自身的感受放在前面 我不能全顾面子 个人的经历尊严更受重视 个人意识成长 对 个人意识的成长 对 非常对 我就觉得比过去要进步多了 做了多久之后 你会意识到这个节目 它是非常受欢迎的 收听率 那时候要强调收听率 鼎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0 30是什么概念 我具体 我不知道30是什么概念 但我只知道 我同时段的节目都是零点几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所以你不逼我 我是不会说的 这么夸张 就变成这个都市传奇的 我曾经收到过这样的反馈 在美国的一个城市 那儿的那个华人都听 都在听你的节目 他说因为文化上的不相容 而且生活习惯上的不一样 语言不通 有很多人得了抑郁症 甚至选择了一条狭窄的道路 但是说有很多人靠听你的节目 扯过来了 对 撑过来了 他说你知道我没有多喜欢你 节目的内容 你把它做好就是了 帮到该帮的人 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 帮助了一个得重病的孩子 帮他筹款 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给他筹了70万 我们主持人是有话语权的 有这个话语权 你就有这个责任 蜘蛛侠当中 不是有这样一句很有名的台词吗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很幸运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如果有这个话筒 我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 这么艰辛吗 如果我现在还在迷茫的话 没有办法替别人引路 在迷茫不应该是终身的吗 我会迷茫一些别的事情 比如说霍金迷茫的事情我也迷茫 你不可能是所有的人都满意 但是你观点一定要主流 为什么 怎么定义这个偏激和主流 比如说我也在女时聚集 过去我可能一直对于婚前的同居 我在刚做节目的时候 因为我母亲是这样教育我的 特别不能接受 对 特别不能接受 但是就在年纪一点点大了之后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会告诉年轻人这样做的后果 不像过去我会拍着桌子跟他讲 你就不应该这样 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所有的人如果都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的话 这世界上会有业美有话要说吗 那种直截了当的风格 你觉得是帮人的最好的方法在电话中 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士 我都是一针重地的 锐利的东西我留在节目当中 因为节目当中需要的是这个 他接受不接受得了我的风格 他都会找我 他就是希望我给他这个东西 我又不给他这样的 我就是辜负他了 有的人直接打电话来说 姐 你骂我一顿 你快骂我一顿 为什么 他无法自拔 他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觉得 我能活这么多年 我能快快乐乐地 跟大家一起做节目这么多年 就是我相信我是主流的 起码我不是一个怪物 我一定是主流的 我一定是帮到了很多人 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有自己的自由 但我们知道 哲学上向来强调自由是相对的 你的自由只要不伤害到他人就好 但是我特别反对 特别就是说讨厌那种大奸大恶 一般都是家里的事 感情的事 叫他大奸大恶 也许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很过分的事情 对 行方方式 对 为什么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前两天有个姑娘给我打电话 她母亲在婚 这个姑娘是十六七岁 她母亲带着她跟继父在一块 她继父屡次对她进行骚扰 其实我觉得她妈妈心里都明白 但她妈妈就告诉她 你爸那是对你好 你爸那是跟你表达 父亲对女儿那个什么 疯了 她说我觉得我妈是刻意创造环境 让我继父侵犯我 我管这种人叫大奸大恶 我说这种母亲千刀万剐 都不过分 你觉得我过分吗 这邪恶 邪恶 有一个父亲 家暴多年 他虐待自己的妻子跟孩子 他儿子给我打来电话 他说你知道我爸是什么样的 我爸喝完酒之后怎么打我 只是因为一次给他倒酒倒的慢了一点 他说我爸从背后拿菜刀劈我 他说我当时在里屋 我就拼命的跑到外屋去 跑的时候本能的顺手把门关上了 他那菜刀啪一下子就关到那门上了 入目三分你知道吧 我看过就是说 在很多这个关闭的窗户里面 最黑暗的角落 我也会惊讶 居然会有这样的人性 但是我知道他不是生活的全部 只不过这些藏在角落里的污垢 他被我看到了而已 职业使然 这些东西是你最初做节目的时候 没有想到的东西吧 没有 第一次这种冲击是什么 刚做节目 我想人间怎么可以有这种罪恶存在 这种特别黑暗的东西会让你退却吗 就说我既然我听到了 我知道了这种可怕的东西 我就一定要想办法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 你比如说在生活当中 婚姻当中有很多女人对丈夫的冷落不满意 有的女人就出轨了 认为这样一可以让自己不会太失落 还可以有一种报复丈夫的快感 我要告诉在简直里告诉大家 这是错的 你其实糟蹋的就是你自己 你糟蹋的是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实际上其他的什么报复的感觉 什么都没有 除了你证明自己跟对方一样下座之外 什么也证明不了 那不是报复 那是自我放逐 那是堕落 为什么觉得这么不可以原谅呢 因为他伤害 我总觉得每个人确实是有自由的 但是你自由的前提是你不要伤害别人 外遇伤害的东西太多了 那是不是因为社会压力 就是社会的宽容度不够带来的呢 就是我们必须 就是情感必须找到各种方向来释放 来获得平衡 那可能在很多地方 你要去教堂里懺悔 要跟牧师转移自己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既是寻求某种意见 其实更多是寻求某种安慰 然后这些人 其实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现代牧师 夜间牧师 万光那个夜间姐们就像常提供了一个陌生的语境 没有这样的语境 突然有一个陌生的 对还是就是自由啊 对 那个时候您刚做的时候 那时候您发现当时的年轻人也好 他们面临最大的一种困惑 普遍是什么东西呢 回忆起来 普遍就是要么就是自己 我前列现言 要么就不孕不遇 但是更多的还是情感 对 我爱他了 他不爱我了 我追着他半天怎么的了 都是情感 那比如说您在蜻蜓做的节目 您觉得20年这年轻人的情感方式变化大 非常大吗 还是没那么大变化的 基本上还是那些问题 当然也有少数的 板子大一点的 可能会实在忍不住了 涉及到性的问题 但是还有涉及到同性恋的问题 这是二十年前没有的问题 以前不是没有不让说 您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到 应该让年轻人也好 或不同的人也好 意识到情感的这种丰富性 不可解释性 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但是已经知道很复杂 我这些年不断的强调 像我在这倾情做节目 我会不断的强调 情感问题是很复杂 我们那个年代 你要是东谈西谈的 认为你耍流氓啊 改革开放前 我的一个中学的女同学来看我 那时候招待所都很简陋嘛 一个大房间几十个人 就我们两个人在里面坐着 就那个宿舍管理员 招待所管理员 一会儿推门看看 一会儿推门看看 什么玩意儿吧 到底是开放了 所以这点我是要感谢邓小平的 他一改革开放 我看了很多好电影 您会担心有时候 比如说语言太直接 把他们给就越了分寸吗 这分寸没有把握好 基本上没有 就不像有的有的有的年轻人说 王老师我就是来听你 听你骂我的 我说你又没犯松错 我干嘛骂你 你要这么说 我还反而不骂你 有时候我真气死了 上回我在浙江做电台的一电影的时候 有个女孩子说 26岁 我说怎么了 她说我留过六次产了 留过五次还留过六次了 我说你是不是又跟老板好上 是啊 跟个大老板好上了 留了五次了 刮了五次工 你还不期许教训 你没头脑啊 我说你够浑的 我说第六次又怀上了 对啊 成年了 你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 但是问题你要想好 你不能动不动上当受骗 如果你说我上当一次 我还说你可能遇人不输 那你三次四次 你老遇人不输 不就是你的问题了吗 对吧 你脑子长哪去了 杭州人形容永远无助教训 你眼睛是画上去的 你的眼睛是娃娃上去的 这是不对的 我经常骂你前前 你们现在不读书 不看报不学习 甚至连微信也不好好看 你们传的微信的文章 那什么文章 不在于文化的高低 你要聪明一点 那时候媒体 就是您是一个电波怒汉 你在听到最初听到这种形容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我也没觉得我特别发怒 这是很自然的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就态度凶了 或者说您自我分析过吗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您 很直接的谈话方式 很多打电话人喜欢你骂他 你说这个 您怎么分析这一点 倒不是喜欢骂他不说 很多人听他爽 干脆我回答他痛快了 解决了骂了一顿了 或者不回答 我有态度 那时候等于是在鹤岗的时候 对自己的生活磨磨蹬蹬的那种感觉 说实话现在我已经不太能记得起来了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害羞 自卑胆怯的孩子 很没自信 那那四年时光是什么样子的 对你来说 演讲 辩论 搞对象 就是这样 可是演讲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演讲对我的吸引力是 我觉得我内心当中有一些东西 我很想把它表达出来 而且想找到跟我一样的人产生共鸣 现在回头想想就是那么回事 辩论就是有些东西我认为我是对的 你这个观点我不能认同 我就想把我的理由讲给对方听 但是年龄越来越大 我越来越不喜欢辩论 这个很正常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 要说服别人 对都很想说服别人 长大了 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在接纳别人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回头 他们让我听一听我几年前做的节目 说算了就不听了 那时候跟个孩子一样 我在青海整整11年 其中三年半 三年半是在海拔4700米左右的唐古拉 我门事部就两个营业员 我们两个大学生 雾民平时都在很远的山里面 草摊上不来的 没有人 那时候正值青春时期 为什么我会做性节目呢 做两性关系的节目 巨大的压抑的年代 巨大的压抑 格尔木那时候我们不是 唯一的可以进口的书籍是什么呢 罗马尼亚画报 封面是亚德里亚海边 迎面走来三个摩登女郎 也不过就是两节式的永逸 还不是三点式 把我们小伙子看得大眼瞪小眼 结果看了不到一个礼拜 这本杂志被人偷了没了 你们是绝对不能想象 那时候高压对人性是压抑的 所以说大家就喝酒 就谈黄断 就是黄断 性是通往个人自由和解放最简单的方法 你要压抑是压抑不住的 结果跟我一块去那个大学生 这小子虚伪到什么程度 他住隔壁 晚上一敲门一进来 一听我们在聊黄断 你们又谈这个 很不屑 扭头走了 他很正经啊 很正派 结果过了两年 他把我们商业局分上来两个实习的小姑娘给折 你有啥想 说人这个虚伪啊 那时候绝望到什么程度啊 我不知道该干嘛了 我想难道一辈子待在这儿 结果就坐在山坡上发愣 但是我幸运的是什么呢 你要知道唐古拉听什么 听什么呀 这里是东京日本广播电台NHK 我是某某某 一个小姑娘很漂亮 这里是Radio Australia 这里是澳大利亚广播电台 这里是BBC 唐古拉他没有电离层 没有什么干扰 会说到全球的电台 中国BOA 这里是BOA广播电台 中国都能听到 Radio Australia最有意思 华语广播 唐普侯点秋香 我记得非常清楚 对我刺激很大 唐普侯说秋香啊 秋香说干嘛 我请你喝咖啡啊 那你怎么来接我 我用卡提拉克来接你好吗 哈稿哈胡稿啊 你现在根本听不到了 以前很好玩的 那所以对你还对这么一个都都都见不着人的地方都有崭新的世界 当然以后干扰也很厉害 但是陆陆续续还在听 那时候想过要做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吗 没有想 那时候就考虑生存 只要你下个调令 叫我回上海 回广州 回北京 回哪 叫我当个清洁工 我都干 你只要调令一来 我什么都不要 我带基本书我就走 我铺盖卷都不要 现在来说 毕竟社会开放了 关键相对开放了 比方我周围的这些电视台的很多主持人 三十好几四十岁不结婚 有的是 人家不怕 对 他们会有新的方式 对啊 比方说欧美 欧洲北欧已经在变了 就是同居 这些专家学者也说 今后的婚姻 比方是一百年以后 二百年以后 这婚姻到底什么样 我们想象不了 但是人又永远无法屈服 去除他的那种占有欲 占有欲 占有欲嫉妒心 对 但是我估计相信人类是有办法可以调剂的 嗯 那就慢慢来 你嫉妒心太强了 那你进入婚姻 你嫉妒心不强了 那你就可以放任 放开 我也在普及一些 开明的思想吧 我不敢说前卫 起码开明吧 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 我前两天还骂他们 嗯 孩子的父母亲 母亲才解放后出生的 五十岁左右 嗯 保守的要死 逼着他结婚 逼着他生孩子 嗯 我说你干嘛 我说你别听你妈的 嗯 对不对 听他干嘛 对不对 他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关键还像 我说如果你是像我们民国年间出生的 嗯 你是七八十岁了 你还有点旧思想 还有道理 六零后 你还有那么多旧思想 你这不是混账头顶 对不对 这就很遗憾 这就非常遗憾 我们不是那种文化 有的人确实跟我说过这种话题 但是我想在绝大部分文化当中 爱情都是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的 嗯 爱情的这种独占性和排他性是不变的 嗯 还记不记得《甄嬛传》里面 皇后的阴谋被揭破的时候 嗯 她说过一句话 她说这句话真是喊出了她心里所有的无奈 嗯 还有所有的愤怒 就是说 我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 结婚生子 臣妾做不到啊 这句话成了网络上一句流行的 但是她讲出了什么 在男女最不平等的封建社会 一个女人 她对于爱情的标准还是本能的 独占和排他 她并没有因为观念的改变 说我就要乐呵地看着我丈夫 跟别的女人恩爱生子 臣妾身为一个皇后 我最应该看着我自己的丈夫 跟别的女人开支赛业 生多多的皇子 我最应该开心的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嗯 我觉得那位皇后 她喊出了爱情的本质 嗯 所以你说 你说文化不一样 我们的观念不够开放 你观念再怎么样 爱情的本质是一样的 嗯 不是吗 嗯 嗯 我想占有 一旦是爱情的一个本质 但占有不到 或者占有无法充分占有 也是爱情的另一种本质 爱情的通 这就不是爱情的本质 这是人性 是不是 嗯 是不是它是人性的一部分 嗯 所以你觉得我今天这个状态 是不是还挺好的 不是一般的好 比我想起来好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没想到你这么的单纯吧 或者伪装得特别好 但应该不是伪装的 就是这么单纯 对 我没想到 伪装者 对 就这么的单纯 我就得意外 对 包括你碰到那些黑暗的力量 之前平复 后来慢慢习惯 你从来没有担心过 或者有没有那种时刻 那种黑暗力量 你觉得他可能要吞噬你 或者让你非常的不安 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我觉得我这人骂 我首先 我好听了说 我是这个心理素质 可能是比 现在是比较强那种 往往往 那个实在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心特别大的人 就是有一些东西 就是刻意的告诉自己 不要放在心上 负面的这个东西 我会在本能上 或者习惯性的 就让自己在头脑当中 你不要记忆深刻 你不要纠缠于其中 要不然早跳楼了 电台主播是 时代情绪的象征 但倘若真要理解 时代之变化 还是要回到 个人具体的经验中